我們這裡有另外一個應用的方式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子 是要做什麼呢 來 先給各位看個東西 這個 其實我這樣是比較晃對不對 一般比較好的方式就是我會把它固定 用我們這個舌管 那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在什麼一般的教室裡面 不見得在電腦教室嘛 你沒有那個廣播系統啊 只能有投影 那我想要問一下大家 這個東西 有看過棉花吧 有嘛都有用過對不對 但是你有看過真的棉花嗎 生在手上的棉花 這個在國姓鄉的 就是第一個那個有機棉 有機棉 那 這個的話如果你 這樣子看 其實同學 拿起來在這邊看其實效果比較差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們 把它 就是 拿在 這樣子來看 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像我們一般的棉花 它 拔完之後就像 它就有一個這個 類似像那個花鱷有沒有 像這樣啊 所以一般它是四半或五半 像這個是還蠻明顯的 這個 這就五半的 啊 它 在摘的時候怎麼樣 就五爪弓 就五爪弓 塑膠花 來得有誠意一點 對不對 像這樣子 這個東西的話 你如果透過這個網路攝影機也可以這樣看 可是網路攝影機我們現在 你現在看到這個鏡頭 它本身 請問 我是不是會受到線的影響 那如果同學可能他在現場操作或導師有時候你做實驗 同學的畫面我要馬上PO出來 怎麼辦 就要 戴上這一個 這支 是會燈燈的 你現在看的是 看我上面的畫面有沒有 螢幕上的畫面 我notebook上接的就是這個畫面 我把它變大一點 在這邊我先把它變全螢幕一下 你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好 這樣有看到對不對 我就可以走過來啦 但是我裝塑膠 先給你看一下 我的這個裝塑膠 因為我們的鏡頭是在這裡 對不對 那現在有沒有很多舊的手機 有嗎 對 那這樣他在看的時候 如果我用手拿 你有沒有發現 畫面比較放鬆 所以我就把它夾 夾著 那這個時候呢 可能 有些時候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 你就覺得他是屬於比較熟作的 勞作的 或是什麼 就是類似像 剛剛講 實驗 或是做 呈現出來 不方便拿到前面去 這時候一般教室就開始操作 你可以把這個畫面 可以這樣用過來 而且那邊沒用 我們通過這間就沒用 所以老師 你可以通過 因為這個我已經寫了一片 不容易 所以等一下我給你拍一下正安 那你就可以實際試看看 其實我們只要 花費 只有一個錢 主要就是這個 舌管的錢 手機 聽到什麼 想 你必須用的 換這支 好像怎樣 對不對 可以像這樣 你看 老師在看的時候 我們就 翻過來 對不對 我們可以直接從頭 螢幕那邊 就直接做操作 同學可能有的人 可以幫你 對不對 講解過程也好 那邊就可以 幫忙做 拍攝 那這樣 我們的 客人的氣力 是會有 拍下來 而且你現在看到 這個要補色 在錄影 我只有 那一段 那一段的錄影 在錄影 這樣有沒有 比較好玩一點 所以其實這個 當然用動部份是最簡單 因為動部本身 就是有無線網路 對不對 那如果 老師你想要用 要 桌上你的PC的話 您可能就要搭配 你的東西 那這個我就先讓 你們再說一遍 讓大家也上三遍 OK好 不然每次都是我 只有我在鏡頭前面 這樣不好意思 如果說您本身 是用那個 一般的PC 您可以 也可以搭配這個東西 就是小的那個 無線網卡 現在無線網卡都很小 我給您在這邊看 在這裡 你看我這麼小東西給你看 你那邊看不到 對不對 像這樣 這樣有沒有很小 我把它打開給您看一下 就這麼小一個 抱歉 這是蓋子 有沒有這麼小一個 所以你只要這麼小一個 讓你的 個人電腦 具有無線上網的功能 就可以跟你的手機的熱點做連接 手機可不可以變成熱點跟別人分享網路 可以喔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在教學現場 就更多 那至於說你要不要錄影 那就是你自己決定 至少 至少 拍攝 影片跟畫面的部分 是可以做什麼 做分享 好做分享的 那 這一段的這個內容的話呢 你可以 我等一下呢 再把它切到我們的 那個 因為我現在已經 放到全面 等一下呢 我再把它切到 我的這個 畫面這邊 這一個 部分呢 我們在這裡有 有沒有叫做 舊手機跟IP 攝像頭 這個 在這個地方 那 您點開之後呢 我就把這個部分要怎麼做 告訴你 好告訴你 所以 這一篇文章如果 老師或同學有興趣的 您再稍微進去看一下這樣 OK 現在網路比較慢一點 我就 不等了 好 反正我部落格上 有這些文章啦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再稍微 了解看看 好 謝謝 謝謝